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省的教育部也向父母提供了一个小朋友最多200块钱的补助金 以协助父母支付因疫情影响学校跟托儿中心的关闭而产生了教学资源的滑销 那我会把申请链接放在下面 我同样也会放在info box里面 那看完我的这期视频呢 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申请了 那话不多说 记得看下去吧 那在开始申请之前呢 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点呢 就是父母有资格为家里的每一位小朋友申请自行的补助金 那0到12岁的儿童可领取200块钱 那0到21岁的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可领取250块钱 那第二点呢 就是父母跟监护人需要为家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提交一份申请 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家里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小朋友呢 则需要提交多份申请 那父母或监护人中呢 只能有一名为孩子申请 并且提交申请这个人呢 必须有其孩子的抚养权 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您在2020年4月2号或之前 通过support for parents program申请过与劳工中断相关的资金 并且以direct deposit的形式收到过这笔资金的话 您则无需为support for family这个program重新申请资金了 那第四点呢 就是这个资金会通过direct deposit的形式支付到您的账户里面 那如果您无法提供银行信息 并需要支票支付的话 您则需要提供一份特殊请求 那在这边要注意了 如果是以支票形式拿到补助金的话 可能最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处理 那第五点呢 就是教育部可能会直接与您联系 以确认您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那第六点呢 就是在申请之前请准备好您的银行信息 接下来您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那这边我们看到 首先需要提供您孩子的信息 孩子的名字跟姓氏和他的生日 孩子所在的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 还是都不是 如果需要special needs呢 在这边需要打对勾 special needs呢 是指有期学校董事会报告说明 孩子接受特殊教育 或者在有执照的托儿服务中心的儿童 在特殊需求资源支持下 从综合服务系统经历 地区社会服务管理委员或原住民获得特殊需求资金或支持 或任何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这不包括被IPRC认定为接受特殊教育的具有天赋的优等生 接下来则需要提供父母或监护人的信息 您的名字和姓氏 家庭地址和邮编 电子邮箱和电话 之后要求提供银行信息 在这边要注意刚才提到过 如果您之前申请过与劳工中断相关的supportforparents program 并选择用支票的形式收到付款的话 您可以在这里把您的付款信息改成直接到账 那您就需要在这一项打对勾了 如果您没有申请supportforparents的话 这边可以忽略 但同样也要在这里提供一行信息 如果您想收支票而不是直接到账的话 在这边需要打对勾 下面就是声明您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也打对勾就好了 接下来再输入它这边给的四位数字就可以提交申请了 那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您的电子邮箱会收到带有参考号reference number的确讯信 并且您会收到资金了 那这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助到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